你 你 你有钥匙吗 你把这个会章交给军部的刘畜长 快 快走 厄介的男 不够 咱们这回的任务够悬哪 你这回配的药挺好使的 再多配一点加大药量 我需要我的眼睛马上好起来 好 头儿 怎么样了 检查了 万成峰的宿舍还有办公室 没发现什么问题 咱们这次行动泄密 肯定是有人把消息通知日军了 对啊 小日本本来是相信咱们的 可是怎么后来又喊着要抓咱们 知道咱们这次行动的 除了李司令 就只有万成峰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想说万成峰把消息透露给了乔曼 他也可以告诉我刘志勇啊 如果他们两个在电话里边 电话 这个间谍肯定是窃听了万成峰的电话 我敢断定是朱莉娜 不是那 头儿 我困了 我想睡了啊 头儿 行 睡吧 头儿 我把那电话拆开看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国长 咱们换个话题 好不好 好 如果战争结束了 你准备干点什么 我就是想找一个喜欢的人 去一个安定的国家居住 我记得你爸爸跟我说过 说你以前喜欢上一个日本女人 而且爱着死心塌地人 最后没有床 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还是因为你太怂了 就没敢跟人家表白 她是我爱过的第一个女人 我相信 国长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她们两个人之中 一定有一个是间谍的话 乔曼更像日本人 雷震 这个问题咱俩就算是讨论三天三夜 也不可能有结果的 你需要休息 赶紧睡吧 来啦 来啦 哥 这么一大早就来啦 不睡觉 哥 前天晚上司令部出大事了 只要我这个宝贝妹妹没出事 其他事在我眼里都不叫事 不是 我说的是朱丽娜 朱丽娜 她怎么了 她被当成间谍给抓起来了 什么 那乔曼呢 乔曼怎么样 他们为什么要抓她 说是她和一个间谍 在司令部的附近街头 一定又是那个刘志勇搞的鬼 对不对 对 就是她 我觉得呀 她就是别有用心 快 带我过去 慢点 慢点 不急睡 赶快说吧 跟你们街头的人 是谁 我求求你们 饶了我吧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怎么样 神了一宿嘴还那么硬 什么都没说 去 把火炉锅抬过来 你们去歇会儿 我要亲自审审这个君花 看看她娇嫩的皮肤 能不能扛住烧红的烙铁 你不是觉得我没实权吗 你不是对我不屑一顾吗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你要干什么 小美人 我想闻闻你细皮嫩肉 被烧焦后的味道 我让你变成一个大花脸 让雷震见着你就躲得远远的 雷震 你为什么要跟我提雷震 装 你就装吧 整个司令部的人 都知道你勾引雷震 他喜欢你 看得出来 你也喜欢他 好 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 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 起码你在他的心里 还会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小美人 我做到一切 想要有什么东西 你怎么做 这些人 是 你怎么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能碰我的脸 那好 看见没有 在这上面签个字 签了字就没事了 真的签完字就没事了 我说话算话 不行 我不签 好 不签 住手 住手 你 你哥怜香惜玉的心思我懂 刘处长 如果没有证据 就放人 谁说我没证据 我这不是证审 雷震 你要干什么 李司令让我全权接受这个案子 我现在需要你回避 滚 雷震 我告诉你 这条美女蛇玩玩还行 当心玩大发了咬着你 你说什么呢 这是一个从堂堂国君上校处长嘴里说出来的话吗 咱们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简直就是个流氓 畜生 利娜妹妹 你别怕 我哥哥他来了 他也是来审我的吗 他是来保护你的 你就是 雷震 那个曾经听你弹过钢琴的人 你放心 我会送你返回重庆 去见到你舅舅郭少卢的 我舅舅 怎么 你不认识郭少卢吗 过去的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 可是你还记得我叫雷帝独 你把墓地里头 有日本人秘密基地的信息告诉了我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利娜 你好好想一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哥哥 只有这样他才能帮你啊 帮我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 你好好想想 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 昨天 相机 间谍相机 你想起来了 快 快去告诉乔曼 让他来救我 现在能救你的 只有你自己 求你了 求求你们了 快去告诉乔曼 让他来救我 只有他才能救我 求求你了 你让他来救我 他还得救我 他也赞得找我 他也赞得找我 他也赞得找吧 是谁 你给他赞得找我 坐 昨天晚上 朱莉娜已经把她知道的所有事情 都告诉我了 那你应该相信她 她肯定是无辜的 把相机交给我吧 请吧 间谍相机 走 你开什么玩笑呢 朱莉娜跟你说什么了 她把她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敢担保 她肯定不是日本间谍 前天晚上朱莉娜被抓的时候 你人在哪儿 我们都在宿舍里睡觉 然后就听见外面有人喊 来人哪 抓刺客了 然后我就起床出去了 就看见刘志勇抓着朱莉娜 非说她是日本间谍 这个刘志勇 她肯定是被司令骂疯了 才找朱莉娜当作体罪药 为什么 朱莉娜的口供跟你说的不一样呢 你为什么要撒谎 是你在撒谎 朱莉娜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不会撒谎 既然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她这么信任 你又为什么要利用她呢 雷震哥 你不能这么说我 不错 我的眼睛 现在是看不见 但我可以感觉得到 谁的心是红的 谁的心 是黑的 如果可以 我愿意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看 她是红的 谢谢 慢点 坐 怎么样 是探出什么了吗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如果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 必是日本间谍 我相信朱丽娜她是无辜的 不愧是我妹妹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找到乔曼是间谍 而朱丽娜不是间谍的决定性证据 缺一不可 否则的话 失忆兵团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 我一直认为 胡甘肆队根本就不存在 而是有人故意在制造谣言 把你我身边的那个鬼抓起来 刘志勇已经抓到了 怀疑就是昨天晚上 给敌人传报情报的间谍 可就在审讯的时候 却被雷阵给放了 朱丽娜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郭章 你应该可以告诉我吧 百分之三十是受伤所致 百分之七十是装的 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 可以抛开所有的惩戒 给我一个最专业的意见 好 我更正一下我的说法 她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 是被人做了手脚 而且是医学方面的 但这并不能说明她是无辜的 日本人为了实现目的 什么都干得出来 治好的 她是我们现在 找到真相的唯一希望 从理论上来说 治疗失忆的病人 可以通过脑部刺激 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 这恐怕是唯一的方法 什么方法 电击 或者头部遭到撞击 当然了 只有百分之五的几率 她会恢复记忆 另外百分之九十五 她会死掉 头儿 李子凌让你马上去一趟黑衣 走 两个尺寸 她会死掉 废炉 我在这里 她还死掉 她会死掉 她会死掉 我就是这一把 子她会死掉 她会死掉 她会死掉 和什么绝对 她会死掉 我会死掉 我所以没死掉 我会死掉 徐国章 雷震 你的眼睛好点了吗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谢谢司令 司令 我要向您报告 讲 我已经有证据 可以断定那个朱丽娜 就是潜藏在司令部 多次窃取我军机密的日本间谍 刘处长 任何事情都要讲证据 好 你听着 首先在七月二十七号的上午 我的特工在崔家乡一百八十二号 发现了朱丽娜 由于我的人及时赶到 使得她传递情报未遂 所以当晚 她又与一名黑衣人借着停电 在司令部女兵宿舍外接头 结果被我们的人抓了个正着 没听清楚我说什么吗 拿出实际证据来 我会拿出证据的 你是个职业情报官 你应该知道会哪是证据 就等同于没有证据 雷震 要不是你的干扰 我早就已经拿到证据了 刘处长 现在军心已经被你搅乱了 你要敢汪宗一个日本间谍 军把我去 万将军 尽快地拿出朱丽娜 是日本间谍 或者不是日本间谍的正确 或者不是日本间谍的正确 我知道了 在两侧增加狙击手 等敌人靠近 打着个出手不易 是 邓鬼是靠近点在哪 给我打啊 混蛋 这帮小日本疯了 搞事的 你不好吃 老子不好拍的 打 小鬼子 你们也有今天 小鬼子 先搁这儿吧 过一会儿 会有车 把他们送到千言阵地的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快 坐下歇会 您是不是中暑了 来 给您些条鼠吧 别 这东西现在珍贵 还是 留给千言阵地的 将士们吧 我歇一会儿就好 那要不然 我替您在这儿等车 您先去歇会儿 不用了 这些防暑降丸的人单 是马上要分发给 开发前线的将士们呢 还有这些当地的地图 这样 你代替我押趟车 马上把这批物资 送到城西郊的步兵衣室军需处 交给前处长 好 我知道了 处长要有什么事啊 刘志勇 你想干什么 你活腻了吧你 你现在白给我我都不用 我让你为我做件事 我能为你做什么事 你能 马上找到朱丽娜 是日本间谍的证据 让我出卖朋友 休息 你少装算 你一直在利用她 现在不是你死 就是她亡 你少吓唬我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听听吧 有人在学猫叫 我来说 你不要的时候 我给我的 你才能复杂 我给我的 早知 她 你 我 你 我 我 看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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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们会同归于尽的 李娜 你要出城 给部队送防暑物资 可是我看你还是很虚弱的样子 那么远的路 你哪能受得了啊 我呢还有一点白糖 一会儿给你倒点 这大热天的可千万不能中暑 他也不算暑雅 我说力给我 这顽子也不诶挺胜的 没有想过 我这一会儿是你 推着给你 这顽子的穿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订车 快订车 下去看看 怎么了 没事吧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吧 好点了吗 没事没事 咱赶紧走吧 没事 来吧 你我们的两步 睡觉 都是ogan 令范 你不愧又一晚上没睡吧 我想到了点事 霍正 你是不是把我派人 回重庆松画像的事情 告诉乔曼了 你是不是把我派人 你是不是把我派人 回重庆松画像的事情 很多切手 也只是一春 我已经给你 final写了 你是不是把我派人 你把我派人的签代 你就把我派人的签 ком 帮你들을做好 什么事 我是你的好事 我是什么事 我真的很想等他 我别说事情 谢谢你 你这大早上进来吵妈呀 好不容易睡个呼吵架的 下来 有活给你 头儿 慢点我 去问问老许 他到底有没有把我送信这个消息告诉乔曼 头儿 你还怀疑乔曼 别废话 去 不养头儿 我肚子不好受 我去个厕所 回来了 雷组长 又有什么事 随便和你聊聊天 你最近对我好像格外关照 老许之前跟你说过我曾经把一幅朱丽娜的画像 派人送去重庆 结果这个人在路上被日本人给杀了 我不记得许大夫跟我说过这些 再说了 他凭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他不是一直让你离朱丽娜远一点吗 打完仗之后 你是准备跟老许回重庆教书呢 还是跟老魏去天津回家种地呢 其实 我心里早就有一个人了 自从在舅舅家见到你第一眼起 我的心就属于你了 也是因为年龄小 也是因为舅舅的家教非常严格 我只能把对你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 但是自从得知 在太平洋战争前 你在欧洲被日本人杀害之后 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 所以我就瞒着家里人参军来到这里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 可是咱俩已经变成了一对冤家 告诉我 我们第一回见面的时候 是在哪儿 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两个月 你来到舅舅家 当时你手里滴了这两个盒 里边装着翠锦楼的四包点心 还有得月楼的两只烤鸭 还有四瓶喜酒 那天你穿着白色的西装 进来以后 舅舅就把你带到客厅里 舅舅家有两把明朝时候的红木方椅 你们坐在沙发上喝着普洱茶 我当时在秦凡面前 弹的是献给爱丽丝 我心里就想 这首曲子就是献给你的 献给第一个占据着我的心的身世的 我没想到 朱莉娜把这么细极的事情都告诉过你 雷震 你不但眼睛瞎了 你耳朵也聋了嘛 这些都是我跟朱莉娜说的 我把你过去的事 还有你所有的故事我都告诉她了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她真是最清楚不过了 雷小姐她在这儿 谢谢 不客气 哥 你找我啊 坐 那两人呢 那两个兔崽子跟我闹别扭 罢工了 对了 想跟你说点事 这儿方便吗 说吧 你知道 最近 朱莉娜跟乔曼 一直在跟我上演一出真假美猴王的戏 我现在一想起这个事 左耳边上就是乔曼的声音 我是真的 她是假的 右耳边上就是朱莉娜在喊 我是真的 她是假的 烦死我了 怎么 你动摇了 你不再那么确信 乔曼她就是间谍 所以我希望你们 不 希望贵党 如果可以的话 当地有秘密电台帮我和清这件事情 那你之前派去送信的那个人呢 应该已经被胡队解决掉了 当地的电台 一部分被万成峰把持着 一部分被刘志勇把持着 再加上日本人在干扰 我想弄清这件事情 太难了 哥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你放心 是 如果他 Sea人有了ifique 如果他人在地下組織我通知 他人很危不高 就是 受到秘密電視器的訊號 這裡是李軍之外 活動在有無線電子機 provide 是民族的人 喋得不死 完全無視 我可以做到你,但是你不太好, 你不得不断, 我可以做到你, 如果有你作戰, 如果有你, 如果有你, 有你多言, 同樣是很難的, 可可, 我沒有話說, 我做了一場, 是說得到層了, 當國內部組織是非常活動, 我认为,在哪里战争,有共产党的反日活动 所以,我认为,在洞争内的共产党里有共产党的产党 我认为,在洞争内,必须要利用自己的妹妹 我认为,在洞争内,有共产党的产党 在洞争 司令,刚破译了一条日军电纹 念 田中荣又调来一个重炮连队 想借助密集的炮火,一举攻下我们的黑岭阵地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太好了 司令,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我哥哥一直认为,在乔曼和朱丽娜之间 他们两个,必有一个是潜伏在这里的日本间谍 为了确认,想通过电台和重庆取得联络 但是,我们这儿的电台被刘处长控制着 另一部,又被万仓谋长控制着 而且,都受到日本人的监听和干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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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